好,咱这次讲讲什么呢?这次是一个新的软件,叫什么呢?AI AI是人工智能的意思吗?其实并不是,那AI是什么意思呢? 它是一个画画的软件,全称是什么?A是什么?A是Adobe Adobe就是我们以前学的PS,是吧?在学Aola Street AI之前建议大家先学一下PS,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 AI呢,就是Aola Street,什么叫Aola Street?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词源字典上的解释,就是点亮啊,或者就是,就是发光啊,嗯,用一些例子,让一个人明白什么东西,后来呢,就是点亮,当时不是有一个时代叫启蒙时代吗,哎,就启蒙一下,就是,就是描述一下,那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,是一个抽象的画面 但是文字描述太麻烦了,那怎么办?用画的方式描述出来 Aola, illuminate, illuminate,照亮它,哎,弄明白它 那,作为我们呢,就是一个画的图景,就是画画的图景 那么,这个AI软件,它,我们已经学了PS了 那为什么还要学这么一个叫AI的软件呢? 我们用一个例子,用这个胡萝卜来看一下 如果说,我们看到PS里边的这个胡萝卜,它是什么样了 哎,它是什么样了 它是边缘,我们仔细看到它的边缘是什么样了 它的边缘是非常像素化的 所以它叫这个图像软件 图像合成软件 图像合成软件,我这边这个快捷键,大家不用管 就是为了提示,又是快捷键,有时用的这个东西 这,这没啥事 这个呢,就是图像 哎,你看到它这个里边啊,全都是图像 是吧,全都是图像 全都是像素点,一个一个都是由像素点组成的 哎,那么再切到我们这个 哎呦,了吹套,哎呦,了吹套,它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把它也放大 放大,放大 放大 放,放 放 再放 放到这么大,它是什么呀 还是仍然很光滑 很清晰 没有像素点 没有像素点 这是什么 这是图形 啊,用的是形状 那么如果说啊,我们现在要把它给上个色 上个色,它是怎么上的 比如说图像 PS是怎么 怎么上色 那首先呢,我就在这儿 拿一个画笔,笔刷,比如说用一个百分之百的硬度 然后呢,就在这准备上色 你看,这样就完成了它的上色过程 哎 它,它放大了之后是什么样的呢 你看到 放大了之后仍然是像素 仍然是像素 仍然是一个一个的像素点 继续像素的 所以PS是一个什么软件呢 是一个图像 图像 像素的像 图片的图 图像 合成软件 啊 OEZ也有这个PS教程 搜一下这个OEZ空格PS就可以有相应的教程 那么AI又是怎么上色呢 首先呢,我们得找到这个位置 对吧 找到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矢量的路径的方式 矢量的路径的方式 哎 那么这样完成的一个 上色的工作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放大镜打开 继续看它这个上色的边缘 放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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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无限大 依然是什么样的 依然是非常光滑 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依然是非常光滑 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东西 哎 这个就是 AEULA水套这样的一个软件 那假如说呢 呃 我看一下PSPS PS如果说我要把它设置一个渐变的效果 那那应该怎么设置 比如说它的这个硬度 给它调下去 硬度调下去 然后我在这儿 这么捋它 这是不是图像的好处 为什么图像的好处 因为它本来就是像素吗 本来像素点吗 你把它放大了之后 它仍然是像素点 对吧 仍然像素点 只不过这个像素点 不同的 它渗透的比刷的这些细腻的东西 因为它基于像素点 就像素点的这些优势 就像素点这些优势 那么AI呢 AI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比如说哈 比如说我们用直接选择工具 然后在这调整它 哎 这样给它调整一下 是吧 在这个位置觉得不合适 给它调整一下 哎 这样调整 这块给它让它 这样弯下去 这块给它摸下来 能不能感觉到它是一个 很灵活的东西 可以基于图像处理的东西 哎 那么 甚至这些点都可以进行调整 那么它过程呢 就是它仍然是光滑的 而且它一切东西都基于矢量 基于矢量 我们甚至也可以用一些 比如说这个变形工具 就对矢量进行处理 是吧 对矢量进行处理 哎 有点像那个PS里的液化 是吧 那这就是两个软件 总结一下啊 PS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 图像 像素的像 图像处理软件 AI是一个什么软件 是一个矢量 矢量 什么叫矢量 它就是 路径啊 这些东西 哎 绘画软件 矢量绘画软件 那么先学PS 而先学AI呢 建议先学PS PS学好了之后 再学AI OEASY呢 也有这个PS教程 搜一下OEASY 空格PS 有些相似的功能呢 我这边会讲的比较快 建议把PS学好了之后 再学AI 这次呢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再见